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很好的投资类书籍 叫《金钱游戏,一个投资者的告白》 是德国的科斯托兰尼先生写的 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本书读呢? 是因为首先我们看 一般人都认为投机者到最后下场不好 对不对? 但是呢,这位书的作者 活到八九十岁 一点问题没有 晚年的生活也非常愉快 受人尊敬 那么 我当然就要选择读这样人的书呢 首先人家是真的是一个 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成功者 那么这本书 它里面有哪一些精华的东西和大家分享呢? 今天我就摘取其中的一段 就跟大家分享 它说一个投资要成功 它必须要具备金钱 具备想法 具备耐心 具备这个运气 那么我就围绕这四点 然后跟大家谈一谈我的读后感 金钱呢 就是说你要有本金 本钱 当然 这位先生 他呢 早年呢 喜欢做空 卖空 投机 后来呢 他发现他卖空 有得有失 因为总的来说 还是做多的人 然后赢到的几率比较大一点 做空呢 偶尔你赢了 但是你所有的朋友们都输了 你也高兴不起来 你跟他们交流的起来 也很个应 然后呢 所以呢 他就最后选择了 也做多 他做多呢 就买低点 逢低买入 看趋势 在趋势的最低点买入 然后到趋势的最高点 然后卖掉 他实际上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波段交易 然后到老年了晚年了以后呢 他又开始走向价值投资 实际上按照他的说法呢 他说 他口口声声在说 投机投机 实际上 这位先生 他里面所讲的东西 全是投资的干货 我们就从这四点切入 我看他 我们看他分析的还是非常准确的 第一金钱 你要本金 你这个本金呢 这个金钱 你可以是各种集资的 或者是拉杠杆弄的 你有把握 你用杠杆 各种途径 你要有金钱 第二个你要有想法 想法他说的是与众不同的想法 别人 别人 不敢 畏畏缩缩 不敢买 你看准了 你敢买 别人清仓 你敢重仓 别人重仓 你敢空仓 他说的是这个 第三个呢 耐心 其实我想在耐心上面再加一个词 就是你的这个寿命 你有了耐心 耐心 你有了耐心 结果耐心很好 结果一年早逝 那肯定不行 你有了耐心 同时你要有足够的时间 来给这个耐心 有我们能看到耐心的反馈 这样才是更好的 让一些很好的投资老师 都活到八九十岁上百岁 那很成功啊 就凭这一点就已经是个赢家了 如果你在这么长时间段里面 再保持有耐心 那财富真的是后来都是指数是增长 最后一个呢 运气 他也这个里面谈到了运气 他说的这个运气 实际上我们怎么剖析这个问题啊 他说的运气实际上应该就是说 我们应该谦卑 对这个股市债券市场的起起落落 抱有一种敬畏之心 你连续赚了三笔钱 你认为你的这一套可以一朝先吃遍天 结果呢 在你做第四单的时候 压重仓结果 赔了底库 太多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所以呢 就是按他的说法 这个运气啊 就是说你要相信 你的有一些成功的操作 有很大一部分跟运气有关系 所以呢我们看他分析的这四点 我们仔细去想一想 还真的是这样 金钱 你这就是你这个仓位 多大的仓位 想法你的观点你是看多还是看空 嗯 然后耐心 你要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待 按他的说法 你必须做一个固执的投资者 就是什么是一个固执的投资者 就是我看准了 他会涨 哪怕他一直跌跌 跌了几年 我仍然去买 他这个叫固执 然后呢 我抱稳了一个一座船 然后呢我就稳稳的就抓紧他 当然了这个跟前面的这个 想法呢 这是相辅相成的 你没有好的想法 没有准确的想法 理性的想法 那么你去走到一条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这也是有可能的 最后的耐心和运气 就是人的心态 我们看这里面 客观的只有一个 金钱 剩下的想法 耐心 还有运气 实际上这都是跟个人的修 修养修为有关系 所以我们看 另外有一本书 我顺便也给推荐一下 叫更富有 更快乐 更什么 就这本书 The Richer the Hyper 这本书 它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投资老师 大师 叫Bill Miller 这个人呢 他做的全部都是那种大胆的交易 他买的都是一些被大家忽视已久的一些股票 经常能报复 然后就这样一个人呢 他做这样大的交易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孤注一掷 他怎么样维持他的心态呢 他居然读哲学著作 然后让自己放松下来 包括这个查理芒格先生 他也说这个读读书 那些聪明人或者一些伟大的 这个有钱的富豪们 都是善于阅读的 这个阅读实际上 调节的就是后三样 想法 耐心和运气 这个运气很多时候跟我们的这个 心态是密切相关的 他不是说你 运气跟我们个人是没有关系 运气和我们每个人 的这个心 心灵 灵魂 都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你看那个史记里面 说那个能忘气 有的人善于忘气 通过一个人上面的这个气 就能看出这个人这个怎么样 那你想想 那你想想 当然这个人精神上升华了 或者与众不同的一些品质 跟修养 会让他的气产生的不同 所以呢运气 运气他就有气 这是闲扯一下 那么这本书呢 叫金钱游戏 然后一个投机者的告白 他跟另外一本书 我这里也顺便推荐一下 给大家叫 就是维克多尼德霍夫写的 一个投机者的告白 两个书名有点类似 那本书也很有趣 如果大家对这个高级的投机 比较感兴趣 比较爱钻研的话 可以去读一下 写的很有趣 当然了 我呢 也是刚刚开始学习钻研 并不算是一个投机高手 因为准确的说 其实我们看维克多尼德霍夫 还有这个科图兰尼先生 这些都是伟大的投资家 他们只不过是客气一点 说自己本质上就是在搞投机 但是他们里面的东西 我如果我们能吸收的话 肯定对我们未来的这个财富的增长 有巨大的帮助 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去一块去看一看 然后一块探讨探讨 谢谢大家收看